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球队打电三球三次助攻,可以说当时的江宁还是国内最顶尖级的锋线球员。 世界杯亚洲去40强赛时,他还上演过帽子戏把的好戏,所以在高宏波手下,他也一直是国足的主力。 不过随着李铁的离人和中国足球出台的U23政策,江宁在华夏幸福前阵主帅配莱格里尼手下慢慢轮回球队的替补。 即便江宁在国家阵也履行进球,但是在俱乐部,他却得不到配莱格里尼的赏识,最终因为伤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。 江宁在华夏幸福慢慢沦为边缘球员,这位前国奖目前已经面临无球可踢的尴尬境况。 今年31岁的江宁其实还在当打之年,看到此前与他一起在国家队问站的高银和浩健敏等队友,依然是各自球队的绝对主力。 所以江宁心里一定非常不甘心。 不过目前在华夏幸福队内,已经没有江宁的位置了,U23球员桂红,学天园都是他身前的大山。 这些小将年纪有冲击力,而江宁由于长时间没有比赛,竞技状态上滑严重。 所以今夏也有球迷建议江宁寻球转会。 不过今年夏天转会窗口已经关闭,江宁并没有选择离队,或许他还想在今年夏天为自己证明,想要凭借自己,努力再去拼一次。 但从这些气候的情况来看,在新帅格尔曼上任后,球队U23封信球员已经调去大梁,江宁也彻底失去机会。 现在他就连进入替补名单,都已经非常困难,所以江宁想延续自己的足球生涯,就只有转会一条路可走了。 现在江宁需要做好的就是保持心态,保证训练质量,不要让自己的状态下降太快,如果可以的话应该选择到预备对保持状态,然后在明年东窗去主动寻求转会。 此前一直有串联高红波指导带领的中甲北京北扣希望得到江宁,所以希望江宁可以保持好状态,如果他可以投赴高红波,对于双方来说将是一个双赢的局面。 礼岁